中国新年开工首日 2月18日凌晨 江苏南通海安市一家工厂发生爆炸 导致至少三死十三伤二失联 现场成一片废墟 周边公司的玻璃也被震碎了 爆炸事故发生于当天凌晨二十许 直到当天下午 海安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 2024年2月18日二十市一份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亚太氢合金 南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 生产铝棒的铸造井区域发生爆炸 截至目前共造成三人死亡 两人失联 据了解亚太氢合金 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由上市公司亚太科技出资成立 主要从事汽车用铝工业形材 和铝管材的生产和销售 从现场流出的视频和图片 可以看出爆炸发生后 工厂内一片狼藉 周边有两家公司工作人员 对陆媒表示 爆炸发生时 他们公司的玻璃被震碎 其中一家公司工作人员 告诉大碗新闻记者 他们调取监控视频发现 凌晨两点多爆炸发生后 其公司厂房都在摇晃 玻璃被震碎 地震那样的感觉 2月18日是中国新年假期 结束后的第一天 虽然是星期日 但官方规定照常上班 补上假期调休的时间 网民感叹 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就发生这种事 河南数百教师市政府门口示威 警察竟比教师还多 2月18日 河南省周口市开发区数百民办 教师集体到市政府聚集示威 要求当局提高他们的退休待遇 当局出动大批特警 警察到场维稳 沿着马路停满了特警车 目击者 警察 特警比在现场维权的教师还多 当地网友 这是俺学校门口 周口博物馆的文昌大道 这个视频是在和谐公园拍的 往前走就是 周口示威党校和周口示范 看看这车比维权的教师还多了 看看看看啊 都粘着都盛量了啊 都看一看 同人们啊 拍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